乾隆将皇后打入冷宫,众人不知其故十二年后,才说出当年真相。 前段时间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的热播勾起了许多观众对过去的回忆,大家在重新品味还珠剧情的同时对剧中的人物也有了不一样的解读, 比如山梁的令妃,其实是个心机女,而大反派,皇后则是个可怜人,而在真实的历史当中,剧中这位皇后的命运确实令人恶。 万在干隆一朝共册封过三位皇后,第一位是孝贤纯皇后复查史。 孝贤皇后是干隆为登基前的嫡夫敬干隆与他感情甚度,可惜红颜薄命第三, 为使孝贤纯皇后卫家世,也就是电视剧中的令妃孝贤,皇后生前并未封后世,后来她的儿子嘉庆登基之后受追封的, 而皇后乌拉拉拉世,则是干拢册封的弟,二任皇后也就是《还珠格格》剧中那位一直针对两位格格的坏皇后, 这位皇后虽曾母一天下,但却下场凄惨是清朝历史上除顺制废后之外, 另一位实际上被打入冷宫的皇后, 按照清朝的一致皇后婚事,应该上尊是比如干隆的另外两名皇后死, 后世号分别为孝贤和孝仪, 但这位皇后死后,却没有任何的嗜好青史稿中指称她为皇后乌拉拉世, 而从青石路中策封皇后的上誉来看, 她本来的姓氏应该是挥发那拉世, 下面我们用那拉皇后来作为她的代称那拉皇后, 也是在干隆上为亲王之时,就嫁给她当了福晋, 但因为是侧氏所以排在孝贤皇后之后, 一开始被封为贤妃孝贤皇后死在干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, 在她死后贤妃因资历最深又能认识被干隆进封为皇贵妃两年后, 又策立为皇后, 虽然那拉皇后不像孝贤皇后那般得到干隆喜爱, 那拉皇后死是干隆给臣下发了一道御旨, 非常耐人寻味干隆说, 去年春镇供奉皇太后寻姓江正, 正常婚下庆之时, 皇后姓呼改常于皇太, 后前不能客进孝道, 逼之杭州则举动由外正里积类风靡若论其形式, 官为其予以废处, 亦理所当然, 朕仍存其名号, 以为格外幽容但是终点, 已不便复寻孝贤皇后大事办理, 所有丧遗旨可照皇贵妃立行, 干隆说那拉皇后随同盛下寻姓时, 有天突然发了风, 积累风靡, 在太后面前不能客进孝道, 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干隆, 却不说清楚只说没有在那拉, 皇后生前废了她已经是宽大处理, 但她死后的丧意, 要将隔成皇贵妃的规格并且不上皇后嗜好, 当时有个叫李玉明的御史上走, 说干隆这种做法不合规矩, 干隆文言大怒把这个御史抓了起来把她留放心, 将看到李玉明的下场, 大家虽然对干隆为何如此痛恨那拉皇后心中疑惑, 也不敢再过问直到十二年后, 有人向干隆提起立后的问题干隆才就是重提, 说出了当年那拉皇后触怒自己的原因干隆说, 孝显皇后崩世时, 因那拉是本系振卿宫时, 皇考所赐之策是福晋卫子, 相当遂奏文圣母皇太后策, 为皇后妃设六宫是幼玉三年乃策立为后, 其后自获和签证仍幽容如故, 乃至自行剪发, 则国俗所罪记者, 而毕竟悍然不顾, 原来在那拉皇后随干隆东巡使, 因为某些事情, 在太后和皇帝面前剪断了自己的头发, 一般只有发声国丧天子和皇后才会剪发, 所以那拉皇后此举犯了大忌讳, 触怒了甘隆, 以致至死都被甘隆所痛恨, 然而那拉皇后作为母一天下的忠公之主, 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种违反常规的事情, 对于这点甘隆没有进一步解释, 只说那拉皇后精神有问题, 但我们可以猜测那拉皇后此举, 必然是为了某件事情权调甘隆, 按照小说家言很有可能是甘隆趁着微服出群的机会。